好 看一下我們上面的圖 這都是我們協會有的一隻玩具的冰山一角 不是全部 我們大家都買了很多一隻玩具給他們玩 那這個呢 需要的是 它是一個有成就感的遊戲 需要誇獎不斷 因為我有聽過主人幫我說 不拚嗎 他根本不玩這個 這個也沒有嗶嗶聲 他不玩 不好 他也不玩 其實他是需要誇獎 需要幫助他的 他才會玩這個玩具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要怎麼樣讓他覺得 這個玩具很有成就感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讓他呢 感覺獎品不斷 一下下就有獎勵了 一下下就有獎勵了 那這個情況他比較會喜歡玩 所以我會通常 一開始我會塞滿裡面 全部都是他很喜歡的東西 塞到很滿 等於他只要一碰 掉出來就是食物 他就會覺得 哇 我輕輕一碰就這麼厲害 食物就跳出來 等一下他就會怎麼樣 再去試著碰他幾下 那這樣子呢 才會變成 欸 你家的狗真的會很愛玩 那再來 限量的可貴呢 就是每次他玩得最高興的時候 我就會把他交換起來 用剛才的方式 我拿一個更好吃的給他聞 然後丟去旁邊 他就會去撿 我再把這個悄悄的收起來 那他下次就覺得 欸 這個每次沒玩完的時候 就不見了 我好喜歡玩這個喔 下次還熟的時候還有 所以他會期待 再跟我們會講說 欸 如果今天呢 有同學很喜歡吃布丁 我每天都跟你說 四點會有個布丁喔 他也覺得 哇 好好喔 布丁好好吃喔 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看到你說 欸 你今天表現很好欸 我給你十二個布丁 一次吃完它 那你開始就會覺得布丁怎麼樣 不好吃 那通常呢 我們玩具也是這樣 我給他玩一個 每次在最開心的時候就結束 他下一次就覺得 哇 這個玩具好好玩喔 我還想再玩 可是你一直給他 玩到他結束為止 就覺得 這個玩具也沒什麼嘛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在他很開心的時候就會收起來 那種類呢 要變化很多的食物 就是裡面最好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讓他覺得 每次碰都有不同的食物掉出來 感覺非常的新奇喔 還有 我們有準備各種不同的玩具 因為這些玩具呢 其實他使用的方式不一樣 有些是用舌頭去舔的 那有些呢 是用滾的 他才會滾出來 那有些呢 也是用他的嘴巴 稍微要咬他一下 他才會掉出來 所以其實他很多 然後另外 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遊戲怎麼玩 協會的網站文章我也有寫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讓我去查文章 找出來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玩具的材質呢 使用說明看清楚 每種材質都不一樣 像這個很Q 他可能可以QQ的彈來彈去的 也有些是可以微波的 有些可能連冷凍都不行 你搞不好冰下去就壞掉 所以我們會說呢 要看清楚 好 那我們接下來想請布丁小姐 來示範一下這個玩具的磨丸 我今天帶來他的飼料 因為現在剛好是他吃晚餐的時間 他的飼料在這裡 放了一小點呢 讓他示範一下這個磨丸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期待喔 好 這是他的晚餐 好 我放了一些些在裡面 好 那我可以給他玩 那我們通常呢 想要表演一下嗎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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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興了 好 這裡就是要告訴大家 當你要賄賂你家伙的時候呢 他如果做出很多材 一定不是代表他真的會齁 我剛才說一次 啪 啪 喔 做一半 啪 啪 啪 OK 出來了 好 再可以給他吃了 好 如果他真的呢 平常其實我們沒做那麼多吃 我只是拿了然後剛剛都可以吃了齁 今天他看起來很想表演 我們就請他表演一下 好 可以看到他在玩齁 他用他的鼻子去頂有沒有 讓他的飼料出來 那為什麼他會很喜歡玩 因為他每次玩都有很大的成就感 媽媽會在旁邊說他好乖 他又可以吃好多不同的東西很好玩 所以有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晚餐就會給他這樣 那協會的狗狗是早餐 有些狗我們都用玩具給他玩 為什麼 狗狗一天呢 他的時間很長 沒人在的時候也很長 那這些時間呢 我們其實應該想辦法 把他的時間填滿 所以如果他玩這個 可以讓他的早餐時間延長久一點 其實會讓他呢 會比較開心 而且也滿足他受力 你看這像獵物一樣 他打他他還有東西吃耶 好在那裡玩玩可以玩很久 你看他的尾巴他很開心喔 他也連他的手都用上去了 在抓他 我們其實會有狗狗很厲害 他也會打像打陀螺這樣打 要玩具人的轉移學 要出食物來 所以他們其實可以動腦 因為他必須想想看 這玩具到底要怎麼玩 還可以弄出這些食物來 所以我們也要人要更聰明 因為我們要想出各種不同的摘玩具的方式 像這個呢 他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自創的食譜 比如說馬鈴薯泥換起司 再換胡蘿蔔 然後我拿去塞進去裡面 這就很香 這狗可以在裡面挺很久 或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冰一些冰的東西 狗色料融化以後 放在這裡面 然後拿去冷凍附冰 或者是狗罐頭弄一弄 然後放去冷凍附冰 會變成冰塊 那再塞進去給他甜 那這樣子消暑 天氣很熱 他可以吃一些冰的東西 而且還可以玩 這可以讓他在每一天的早上跟晚上 可以花很多時間 如果你家的狗呢 有分離教育 就是我一出門 他就開始叫 那我就建議你出門的時候 悄悄的不要讓他發現 但是他的早餐呢 可以用這個玩具讓他玩 轉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或是你現在正在忙 你家的狗應該要有一點事情忙 那你就用這個給他忙一下 這可以忙很久 你看他玩 而且他也很開心 他可以自己在那裡忙好一陣子 好 這是我們的玩具呢 其實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那我會很推薦大家給自己的狗玩玩具 他不玩毛茸茸的 那也沒關係 我們就玩這個抑制遊戲 可以讓他都送腦拿出食物來 那這個可以塞各種不同的食物 我剛剛塞很簡單 這有資料而已 那如果要難一點可以塞什麼 我可以塞大塊一點平干 它可以玩更久 可以玩個三四十分鐘 或者是我就塞一些 它需要平一點才會融化的東西 那也可以玩很久 怎麼了 看到我們大家都在笑他也在停下來 這個情況是什麼你知道嗎 吃完了 對吃完了 還要補充一半 因為他今天只吃了一半 這個只有半杯 你還沒玩完 吃完了就會拿回來 再補充一下新的 好 我們再來看呢 從遊戲裡面 我們可以訓練很多 比如說像剛才 他吃完了 是不是就拿回來 那我照理說 也要給他一點回饋 因為他拿回來 他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可以再怎麼樣 再裝一次給他吃 好 那這個呢 其實在遊戲裡面 他就可以學到說 欸 我只要吃完了 我就拿給我媽媽 他就會幫我處理 好 或者是呢 玩遊戲玩一玩 因為玩不到怎麼玩 他就會出來吵媽媽 欸很好 好 你可以再玩第二次 要表演什麼 轉轉轉 啊 很好 OK 好 這是第二個 他可以 比如說他可以做了一些小才藝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給他做 好 那剛才我們可以看到福丁 一開始我教他做什麼 不要 他做了什麼 他就轉轉轉 然後為什麼 通常呢 只要看到有獎勵品出現了 我們叫做賄賂 這也是大家回去訓練的時候常常會發生的問題 回去的時候大家都準備好 好 好 拿出我食物來 來 坐下 這個時候你家的狗會怎麼樣 好開心喔 好 趕快坐下 好 主人就哇你好乖 好就給他吃 請問他真的知道坐下嗎 像我剛才講的很多次調理 他可能看到的是食物 然後呢 一坐下就有東西吃 所以你家有學到的不是坐下 是看到食物 我就應該把地步放在一板上 我家的主人就會趕快把食物送到我的嘴裡來 那這個情況我們就會說 你可能要重新呢 把你的食物藏好 不要讓他發現 然後我們再來做訓練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你拿出來跟他說不要 他會怎麼樣 趕快坐好 好其實我剛剛說的是不要 好所以在這練習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狗狗口令其實很重要 好 從遊戲裡面我們可以怎麼訓練 如果他愛玩玩具 你看我們去游泳的話 我可以叫他幹嘛 拿玩具 他其實不一定要會游泳 可是他很愛很愛玩具的話 他其實就願意下到水裡去咬玩具 所以我們如果狗狗很愛玩玩具 我還願意叫他游泳 還有很多角色隨行 我也可以用玩具教他 走得很好 我就拿玩具出來 說你要有棒 好在遊戲裡面訓練 你看我們的狗會幹嘛 正常拿雨傘耶 這個也是從遊戲裡面訓練的 一開始呢 我請他幫我拿玩具 他很開心 馬上過來拿了 然後再來換比較大一點的東西 小骨頭 也趕快過來拿了 再來換雨傘 他只要聽到幫我拿 他馬上就衝過來 第一時間要幫我拿任何東西 我上次測試著想要讓他拿拖把 因為拖把很長 但是他覺得太難 他的嘴巴一直這樣 啊 發現我好大 我沒辦法 所以最後 他最長的只能挑戰比較大的雨傘 好 這個都是遊戲裡面可以訓練的 而且狗呢 在這裡面非常的開心 他並不會呈現說 無想做這件事情 他其實都會很開心 希望可以做 那我們呢 千萬狗呢 最近在練習 分辨東西 分辨每個物品的名字 那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一隻 這是他們吃早餐的時候 請他進去以後 我們會給他放一個小玩具 然後呢 他就可以開始吃他的 你看他熟的一米喔 一滾 他就會掉出很多 這個對他來說已經太簡單了喔 他們都 我們都需要動腦 人都需要動腦 來讓他 這邊影片裡面 我們還發出 我的聲音 因為我發現 突然掉了那麼多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丟一些食物 轉移他的注意力以後呢 我就把他的玩具收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喔 我不希望他知道說 我的手靠近他的玩具 就會怎麼樣 玩具就會不見 那下一次他看到 我的手靠近他的東西 他會怎麼樣 他會害他 他不喜歡 有些狗會這樣子 所以有固實的問題喔 布丁給我 如果你家狗有固實問題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呢 他吃飯的時候 請把他扣好 欸 玩具給我 在哪裡 完了 這小孩已經沒有辦法聽話 對 就是那一個 欸 來看我 就是他 對 還沒玩完就對了 好 如果呢 他可以幫我們 比如說拿過來啊 這些喔 其實在我們生活裡面 可以很有幫助喔 好那再來 謝謝你 好乖喔 好棒喔 還有人鼓掌 誰鼓掌的 實在太棒了 哈哈 好 我們如果呢 要訓練呢 正加強的話 其實我們對人呢 也要正加強 好一樣 大家上台回答問題 我們大家都知道怎麼樣 鼓掌很棒 好 那協會呢 有幹活動 大家還說什麼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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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在看最後一個影片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那個動動腦 再來一個變物練習 這訓練師是我們協會的訓練師 他今天有沒有到場 我們請他先拿搖控器 欸很好 再來拿鑰匙 好跟他說鑰匙 他就會趕快去拿鑰匙 好 他的獎勵不是食物喔 是這個 跟他玩這個瘋狂的搖搖的東西喔 那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在 遊戲裡面可以訓練的 那陌年狗呢 會玩玩具 其實我們都可以這樣子訓練 包含比如說他剛才做得很好 我就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玩具玩 那這個呢 其實都可以讓他知道說 如果表現得很好 會有更開心的事情發生 好 很好 接下來呢 那我們差不多時間喔 我們來回答一些問題 喔 還有一個 剛才有人問我 我如果我家狗呢 不知道怎麼休息 可以怎麼辦 有沒有狗在吃飯的時候 沒辦法休息了 你家狗在外面吃飯的時候 不能休息了 去收我看看 好 什麼意思 就是我在吃飯的時候 他在旁邊 呈現這樣的狀態 或是很興奮這樣 唉 這就是沒辦法休息喔 那他可以休息的時候 就是 完全趴下來休息 趴下來 趴下來 好 像這樣 然後你邊吃飯 他在下面做他自己的事情 可以好好的睡覺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到這個休息 這個蠻重要的是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在很多時候 我給我家的狗有期待 他可能就沒辦法休息 好 比如說 我下去台下 找一位先生跟他說 我剛才中了一千萬 我等一下分你一百萬 你想休息嗎 現在又想 哇 等一下是你媽媽 一百萬耶 好 就會開始很激動 就在那裡等著等著 然後呢 等一下又有另外一個人靠近我 我就會說 我又多一個人了 我分他五十萬 那這時候你心裡會怎麼樣 不高興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 我國會護食 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別人靠近的時候 他的食物怎麼樣 分少了 好 那這個呢 我們用錢就可以大家都很清楚 哦 原來是這樣 其實狗也是這樣 如果今天給布丁吃東西 一樣都是同一個人 給東西吃 另外一隻狗來了 你也很好 我也給他吃 好 好 那另外一隻狗又來了 又給他吃 那布丁吃東西的時間 甚至減少 對 所以有些狗這時候 就開始有護食的問題 當別人靠近我的主人 我應該要怎麼樣 趕快把他趕走啊 好 那這下子你家的狗 可能就真的沒辦法休息 因為呢 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他第一個想吃 我主人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分給我 那他就會在下面一直期待著等著 可能吃到最後 終於有一塊肉 好很好 那下次就知道說 我必須要等很久 我的主人可能才會 發東西給我吃 好 那但是呢 從頭到尾他其實是沒有在休息的 他就會在旁邊等 好 那這樣的情況呢 如果你說 我家狗在吃飯的時候 他一直不能休息 你只能做的就是 我從頭到尾呢 一個 就我給他事情做 我在上面吃東西 他在下面幹嘛 玩玩具 這可以花他很多時間 他可以在那裡吃啊玩 然後在桌子下玩好久一陣子 好 或者是我在上面吃東西 他也在下面吃東西 我給他一點骨頭 讓他在下面可以咬久一點 那這個呢也可以讓他在下面休息 然後 到結束為止 我不會給他 我的東西 那他在下面就比較不會這麼期待 也不會沒辦法休息